Hello 大家好 我是Cat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這個萬聖節天使妝 如果大家想知道怎樣做的話 記得看下去啦 首先我會塗膠水的 把膠水均勻地塗在眼睫毛上 把眼睫毛黏住 之後用化妝刮橙 令到睫毛黏得再平滑一點 然後我會塗一些藍汁在眼睫毛上 可以隱藏眼睫毛 以及令到那部份的皮膚再平滑一點 我會用白色的油彩代替粉底 在眼睫毛的位置 有納質的地方我會敷厚一點 這樣黏毛毛的時候就會比較容易黏一點 其他有陰影的位置 我就會引得比較薄一點 打著一些立體的效果 而且在眼珠和頸的位置我都會數一點 由於我不想再洗手的關係 我就會用同一個洗手 去加這個碎粉定妝 用粉狀啡紅色的眼影去打造 一個帶圓形Soft Branding的眼影 在兩隻眼上 而且在鼻樑的位置我都會用同一隻色 去製造一個陰影 那到臉盒的時候 我就會用Sponge 去慢慢把同一隻眼色 在臉盒兩側印開它 我會用膠水在我想要貼毛毛的位置 然後我會用長到短的毛毛 一條一條的貼上去 貼完一邊才貼另一邊 我會用白色的油彩蕩唇膏 這樣印上唇唇 然後再加一點Fixer 在Sponge 弄濕我的唇唇之後 就比較容易貼一些Star Powder 上唇唇唇 貼完唇唇之後 我就會用濕的Bunch 印上一些閃粉烤的面盒兩邊 然後我就會用防水的Liquid眼線液 白色的 畫一條白色的眼線 畫完眼線之後 我就會在面盒的旁邊 畫幾條線做一些圖案的感覺 趁眼線液還沒乾的時候 我會再貼一些Star Powder 上去的 為了想令到妝容更加戲劇性一點 我會再加一點眼影 在下眼線的後半部位置 然後在唇唇內緣的位置 加一些啡色的油彩 打造一些陰影 令唇更加立體 這個就是我為大家介紹的 萬聖節天使妝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 留言給我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大家去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跟我聊天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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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